你觉得自己被需要吗? 你觉得自己被需要是因为自己很有价值吗? 还是其实觉得因为自己很轻易就可以被取代, 所以从来不觉得自己被需要? 不被需要就转身 这番话听起来是相当逻辑的, 同时很洒脱, 既然是不被需要, 当然就转身离开了, 为何还要待在那儿? 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做不到,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有被需要的必要是因为, 我们需要被需要, 我们需要对方或者是在那一个情况当中呢, 自己的价值通过被需要而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对于自我的肯定呢, 常常就是自己有没有被需要作为一个标准, 我不是说我们在就很渴望得到一些什么的时候, 就不要努力去换取, 就是不要尝试说服别人, 但我常常觉得当你进入一个状态, 很明显的知道自己是不被需要的, 或者是别人并不珍惜你, 就表示你也不需要他了, 你也不需要这个情况, 你也不需要这一段关系了, 因为如果对方是必须, 因为你不断说服他, 而发现你的价值的话, 就表示对方只是给予你一个你需要的肯定, 而不是真正的需要你, 我们既然被需要, 就是自己不需要那么努力,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价值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当你不被需要的时候, 是你再也不需要他了, 你转身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去寻找真正需要的对象, 真正需要的能量。